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见不入 岳父见 豪气随 踏无愿 见不入 岳父见 豪气随 踏无愿 爸爸妈妈如果正在气头上 听不进我们的劝说 那就等到他们心情好的时候再进行劝说 哪怕最后大哭着来哀求他们 即使被揍了一顿 也不应该有怨言 故时候 李世民随父亲李渊外出打仗 有一次 父亲突然决定连夜攻城 可是李世民认为这样可能会使自己的部队负辈受敌 就劝说父亲放弃 可是他劝了好几次 父亲就是不听 于是他就在帐篷外嚎啕大哭起来 父亲看儿子哭得那么伤心 觉得儿子可能是对的 就停止了行动 后来 他在李世民的建议下 终于打了一个大胜仗